大家好 下面这期节目呢 会给大家带来一位 曾被中共全国通缉9次的 前公安部刑侦教师 传奇班逃离中国的故事 不过节目开始前呢 还是先跟大家推荐一款VPN产品 那现在我们很多人呢 在公共场所都可能使用公共的WiFi 但是确实不安全 您在线上所做的一切活动 与您共享同一个WiFi的任何人 都有机会看到 个人数据啊 包括密码 信用卡信息 浏览历史等等呢 都可能被窃取 那么对于我来说呢 就会使用ExpressVPN来保护隐私 ExpressVPN可以对互联网的流量 进行100%的加密 而且呢 他们的加密技术啊 很难破解 夸张点说啊 就算有一个超级计算机 也要几十亿年才能破解 那除了加密呢 ExpressVPN还会将我的流量 重新导向一个安全的伺服器 因此呢 谁也没有办法窥视在线活动 另外 ExpressVPN还具备很好的安全功能 他们的服务器呢 不会保存任何使用者的数据 ExpressVPN还聘请了世界上最有信誉的审计公司 来审核他们的技术 验证他们的隐私政策 使用起来非常简单啊 您只需打开应用程序 点击一个按钮进行连接就可以了 那在这个视频的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的置顶呢 有专属链接 ExpressVPN.com 斜杠方飞 点击这个链接呢 就可以获得免费的额外三个月的服务 感兴趣的朋友呢 强烈推荐您去试一试 大家好 高光俊现在美国从事律师 1983年他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 被分到北京的公安学院任教 1991年他因成立地下反共组织被捕 被捕后成功逃脱 中共一连九次向全国发布红色通缉令 但他还是安全的在国内逃亡一年多 最后又成功逃到美国 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传奇经历 高光俊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你好 方飞 高光俊就是我看你自己在以前的文章中 写的自己的一个简短的简历啊 我就很快先说一下 你是79年进入西南政法学院 刑事侦查专业是吧 然后83年毕业 然后91年的时候呢 因为组建地下党啊 还有64啊就被捕 然后您就逃了 然后逃亡之后呢 93年到欧洲 94年到美国 我觉得就是我看您的这个很简短的这个您自己写的经历中呢 我最觉得最amazing最惊异的是两点啊 一个就当然就是说您在被中共抓了之后呢 不但逃亡了 而且在中共九次全国通缉您的情况下 还是没有被他们抓住 后来您就逃出国了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我觉得特别惊讶的一点就是您说您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就立志要推翻中共 大学三年级您那时候那才是82年嘛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这些就是让我觉得特别惊异的就想问您的 但是在问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下 就是您学的这个形式侦查专业到底是什么样的专业 到底是学什么出来干什么 然后包括您后来又特别的是以形式特勤作为一个研究方向 那形式特勤又是什么 先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这两方面的情况 好 因为形式侦查专业在我报考西南政法学院之前是没有这个专业的 我们收到这个陆启冲推书的时候也非常诧异 每个人也不理解这个形式侦查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 那到了学校以后来学校就做了一个介绍 说是公安部委托西南政法学院在1979年开设一个大学本科的一个形式侦查专业 工作的将来的基本的方向是培养中国的形式侦查专家 所以是这样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学校 这个专业当时只是招收100人 当然学校也给了一个宽松的一个考虑说 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转到这个法律专业去 所以当时他的条件是说你要考分不要高 这个形象要好 这个要身高体重各个方面都要好 那这样很多人就这样就留下来了 就学的这个形式侦查专业 那这个专业就是实际上这个通谈的名字就很清楚 他就是criminal investigation就是刑事侦查 这个我们俗称的这个刑侦的破案的这个 我可不可以插一句 是不是跟有一位大名鼎鼎的那个西方的那个刑事专家李昌玉 是不是跟他做的事情有点像 他会在现场去鉴别这个什么刀啊 或者是血迹啊或者什么什么 他跟他还不一样他不一样 严格说来李昌玉并不论算是一个刑事侦查专家 他只是一个物证检验检验专家 比方说在刑事现场发生了什么 痕迹啊血迹啊 还有枪弹的物质 拿他去做一个 他是做一个物证化验的一个专家 这是在我们学在国内学行事侦查专家里面其中的一个部分 我们也学了这个物证检验 这个形式化验这一方面的 包括枪弹痕迹啊物证的痕迹啊 这些东西都是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但如果说真正算神侦探的话 这个他应该不算是完全的一个侦探 哦所以我看就是你们那些专业课 就是包括那就是说范围很广 包括的什么现场勘察啦 还包括这个心理学啦 法医学啦 还有什么指纹学啦 笔记学 还有什么格斗驾驶跳伞射击 就是全面发展的这么一个形式侦查专家 对四年的大学教学的内容主要是包括这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所有的大学生都要上文科大学上的 所谓马列主义啊 这些汉语啊英文啊 这些基本的一些东西都要学的 那另外一块呢就是包括一些法律的一些东西 这个法律仍然还是一个主要的 各种宪宪法民法刑法这些都要学的 那剩下的一块就是这个刑事侦查专业的 那这一块呢就包括你刚才提到的 我们也去过精神病医院跟精神病医院谈过很多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农统的一个学习过程 哦那这样的话那个刑事特勤是不是就是专门就是间谍方面的东西呢 对那刑事特勤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耳目啊 线人呢这个我们经常这样讲的那实际上它是从政治这个间谍特勤耳目这样演变过来的 它的这个招收培训引导使用基本上都是从政治耳目特勤特勤这方面演变过来的 哦所以你们学的就是说怎么样去发展一个人成为间谍或者耳目或者特勤 然后怎么样跟他保持这种关系 怎么样让他进一步的来完成要做的事情是吧 就是这一整套东西 对因为中国破案我用我们的这个大概的分析来说 大概依赖他们叫三个法宝 就是这个案子刑事案怎么破基本上是通过三个这个途径 那第一个途径就是群众路线 也许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还知道这个在文革期间 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前所谓的群众路线是很厉害的 你这个人到了什么地方哪个地方的小脚针机队居委会全部把你报告领导上去了 所以你是没有地方可以逃亡的 所以这个群众路线实际上是发动全民来给你提供线索 对吧这是一条方法 那第二条方法呢 这个第二条法宝就是技术侦查 这个概括起来我们叫技术侦查 就是仔细来想就包括什么监视啊录像啊鉴定啊 法医的物证的检验 你刚才提的你一张预作的这个 我通过一个弹道痕迹来分析 你这个人是在什么地方发射的武器啊等等这些东西 这通通的就是技术侦查这一块 那么第三大块就是特勤线人耳目 很多案子看似公安很神秘的了解了你这个案子的情况 但实际上是通过很多线人耳目来汇报出来的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选择了这么一个科目 作为我的一个研究范围 也就是说怎么样去发展这个线人 怎么样去领导他控制他使用他保护他等等 这个专门写了一本书为了这个事情 我还写过一本书的 跟人家合伙叫行事特集一本书 好像是后来还一直是作为他们的教材是吧 这个做了很多年 因为是当时是国安部长刘福之主持编的那个统编教材 这个其中就是有一本书叫行事特集 是我跟另外一个人两个人合伙著作的 用了很久一直在用 那您觉得您学的这些东西侦查也好 特集也好 包括了对这个做耳目 对做特务做间谍的那个了解也好 他们在后来您的逃亡过程中是怎么帮上了忙了呢 应该是帮了很大 这个不仅仅是我在说的 包括我的教授 前两天我碰到一个同学在谈这个事 还在笑 这个还在说这个教授 因为我当时被逃跑了以后 后来逃到西方以后 那我教授就开了一个玩笑 这个高光镜的行事侦查学得不错 到家了 然后他本来是一个笑话 结果被公安部的领导直接叫过去 你这什么意思 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 就把他这个狠狠地批评了一个 你这个观点不对 他现在是反革命分子 是人民的敌人 立场不对 对 当然是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中间的故事当然很多了 一定是有很大的帮助 对 我想就是我们等一下请您来讲一讲一讲这方面的故事 但是我先从您大学的时候开始 因为您上大学的时候 其实就是学这个 我觉得可以说是 如果说您是一开始就立志于反共的话 那您可以说是打入敌人核心内部了 在这种刑警的专业去学这个 这方面警察这样一个体系的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您说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就立志推翻共产党 那个时候才82年 为什么您那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对共产党的这个认识啊 我也跟很多朋友讲过 包括认识我几十年的大学的同学 都觉得不可以理解 他说看不出来你当初这样一个偏偏公子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去反对共产党呢 大家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可以理解 所以前几天我就我们在一起这个远到来的同学嘛 就讲了我的身世 讲了我的家庭 他才恍然大悟 我为什么会这样厌恶共产党 盖国起来一句话来说 我所家庭所经历所听到和看到的 跟共产党从小跟我灌输的完全不一样 我的亲的舅舅的这个 我舅舅年龄很大 比我妈我的大表哥就是我舅舅的儿子 比我的妈妈的年龄还大 是被共产党绑架勒索杀掉的 就是被红军嘛 那个时候应该是红军杀掉的 然后我舅舅家的是当时是一个财主 是一个做油厂的这个地下的一个厂股 他是背着银员去背着赎金去带那个叫红枪会 共产党叫红枪会 就是红银枪的枪会嘛 他们就起个名字 我妈妈并不知道 我妈妈一直说红枪会那都是一些土匪 但实际上后来我查红枪会就是共产党的这个红军的队伍 我的舅舅背着银员过去 银员被他们收了 人也杀了 然后我的小舅舅一份气氛之下就觉得这个钱财也不能保住就参加了后来就投军了 听说是我妈妈还见过他的照片说他是参加国民党的军官很帅的这个 那后来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就从此就消失了 咱说我们的家族还有其他的包括参加共产党新四军的 包括我的大伯父 我大伯父很有名的一个共产党的一个官员 参加的职位应该比较高 我不知道你还听不听说有个叫陈少敏的女将军 这个不是文革期间唯一的一个投票反对开除刘少奇的就是他叫陈少敏 他当时任的是在我们那个地方叫金安印 我的大伯父当时就是他的政委 他是司令员嘛 所以他还算是共产党的级别比较高的一个官员 但是因为后来生病了就武士偷围的时候就没有让他走 留下来后就被批判被批斗最后死掉了 所以我们家族的很多人牵涉的这种政治斗争中 跟我在书本上听到的学到的还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那最直接发在我身边的更强烈的 我能够记忆的能知道的事情是我的三伯父 是一个医生很有名的一个医生 就在我眼皮之下 我十岁的那一年被批斗的时候打死了 这个在批斗会上一下打下去以后 然后就没过几天就死掉了 就是文革期间是吗 还是 1972年 这是1972年文革期间被打死了 然后不仅仅这样 我们村的另外一个地主被白天要强迫劳动 晚上跟我伯父一样要吊起来捆绑吊打 实在是受不了就装疯了 这个装疯的时候那你疯掉对不对 就在村子的外面挖了一个地洞 把它扔到地洞里面去 这个没到三个月就死掉了 后来我们发现他根本就没有疯 他只是装疯而已 他在洞里面还挖了一个小洞逼疯当雨 所以发生在我眼前的这些事情 不可能让我说我相信共产党所说的这些东西 那更直接的回到你刚才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说到大学三年以后我已经完全立志 那是因为在1981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情 也就是说因为我的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成分 一个社会关系 而共产党的官员还在当时执政 所以回到中国去了 那个时候还是西南政华大学法学院的行政专业的二人级学生 因为要跟我的伯父要平反 他们反对 他们开始找借口 直接武力上打我 当时把我打的 你看我可以现在还看到 我的头上缝了十一针送到医院里面去 您做您个人去要求他们给您伯父平反是这意思吗 是我当时直接跟我们县检察长两个办公室里面对跟他讲 我说要平反 因为这是活活的被他们打死的 这个大家能看到的 当然他们不愿意 结果不但不愿意 还指使人把我打成这样 然后送到医院里面去 送到医院去 当然我们去报案了 这个法院里面来了一个小的官员 刚开始一看 哇这还得了啊 竟然把这个人打成这样 而且还这个是法学院的学生 那一分田里一定要给你查处 但是没过多久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了 那我知道这是他们的运作吗 从这个时候我已经完全对共产党完全看透了失望了 所以就回到你 从这一刻开始 我就立志了 必须要推翻共产党 这就是我回答你刚才我的这个简单的一个 一个心路的一个历程 当然后来不仅仅只是说 个人的经历这一方面 到后面这不仅仅只是说 因为是个人的家庭的经历 才对共产党的愤怒 而是说看到共产主义 对全球人类的危害 共产党所造的这个 对中国人们犯下的罪行 这个是只有推翻他 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 哇那您的这个觉醒非常早啊 但是后来您又回去上大学 而且又进入这个中中 北京的这个公安局等等 所以您必须把您真实的一些意图隐瞒起来 才能这样继续一直做是吗 是啊 我记得你刚才上面说了一句话 说得很对 从那个时候既然我这样的思想 我为什么回到北京 到北京去呢 真的那个时候的想法就像打进去 到他内部去 然后了解很多情况 但是没多久我就发现 这个这条道路走不通了 为什么走不通 当然有一些好处 这条道路呢 在那里工作了很多年 让我了解了很多 跟我过去了解不到的一些东西 但是为什么是走不通呢 第一 我觉得在这个里面 要爬进去 爬到这个官场去啊 你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等你爬到这个位置 也能起到作用的时候 恐怕你已经面部前飞了 全部变了 这从今天我的有些同学的面貌 我已经完全看出他们 他们当初在我读书的时候 跟我一样义愤填尽的 非常恨共产党 可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习近平的 这个铁杆心腹了 所以我很快就发现 这个走不通这条道路 所以就没有再继续走下去 所以就是您 因为就是83年毕业嘛 83年毕业之后 然后您86年还组建了一个地下党 是吧 对 因为我觉得这条道路走不通了后 我就开始 开始 开始有什么方法组织 所以我开始组织地下组织 一个一个串联 成员返布很多地方 我都是采取秘密的组织的方式 当时也没有什么想就觉得一个民主这个词应该很好 也没有说完全取这么一个想去想这个琢磨这个名字怎么好 就叫民主党吧 当时 所以我也走进了一个民主党当时在国内地下 那这就是我最后被抓被逮捕最重大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挺传奇的 因为我相信做这样的事情的人不多 就是您这个想要去做 而且还真的去组建了这个党 就是属于特别有执行力的这样的一类人 是吧 就您当时也不害怕 就不怕说 我去弄这个党 他们发现了把我抓起来怎么办 这也是我为什么在后来写了一本书 如何推翻中共里面讲到的一个事实 那实际上你说我冒凌着很大的风险 我承认是这样 也有要很大的胆量去做这些事 但实际上在中共建政以来 做这种事情的人并不在少数 只是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比如说我在公安部的时候 我亲自查阅了很多传宗 我看到的 包括1986年还是87年 在广西田林县 这个我记得非常清楚 直接组织武装起义 占领这个县城 占领了好几天了 我们外面知道吗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需要推翻共产党 需要推翻共产党 所以在中国国内 要推翻共产党的一个事情 还有个人的案例 还有发生的组织这些事情 实际上是逼别戒指 从来没有断过 可是因为共产党严厉的 这个舆论封锁 我们外面知道的 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些事 那您看了很多 是不是也开始在总结 他们为什么失败的教训 这是我的专业 当然我研究的专业 我当然知道 他们为什么失败了一些教训 所以当然在历史上 再加上研究历史 看到中国历史上 没有哪一个朝代 不是靠武装革命推翻的 到目前为止一个也没有 前几天我讲这个事情 他说那清王朝不是 是自动退位的 我说那你忘了 清王朝如果没有武昌起义 是不会自动退位的 对不对 只是革命才推翻他了 所以这也是我研究的一个方向 所以后来就一直在研究 包括怎么样去组织地下武装 这当然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问题 对我来说 你请讲 中国要有什么样的基本的思想理论 去指导将来中国的武装革命 这样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推翻 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什么样的思想去替代共产主义 那中国的传统文化 为什么会在共产党这个制度下 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将来会走来的道路 这个当时在北京的时候 大量做研究的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大概从1984年 一直到这几年的期间 一直在研究这些东西 当时也有得天得后的条件 因为条件是第一 因为公安部官员 可以有一个内部的一个阅读证 这个阅读证是可以看很多 不让外面人看的东西 这个我们说起来 大家都可能不相信 我可以看台湾的所有的报纸 杂志 包括出的那些书 这都是批判共产党的 就包括批判共产党的新战 统一战线 特务什么东西 都是台湾的港台这些方面的东西写的 至于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希特勒 我的奋斗 那个时候 那就更多就很容易看了 那除了这个优势以外 我当时统编教材的时候 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刘福之 直接就给我几个人发了一个批示 我可以去调阅所有的档案 我后来问了公安部的朋友 他说我都没有看到那些档案 你怎么可以 我说当时他特别区域 他们不能看的 什么档案 就特勤工作这样的一个名义 我说我要查阅很多资料 那他们当然就批示 我就可以看 那我就可以直接过去 把他的档案材料 我甚至拿回家了 拿回这个带回来了 签个字带回来 一个卷宗 所以一个一个的卷宗 都是公安部乘封的 多少年的这个卷宗 可惜凭记忆力 我还记忆的蛮多 当时也抄 我还抄下了一些 但是这个后来都收掉了 那这些案子越研究 就越觉得触目惊心 就对共产党了解 觉得你比如说 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知道的一个案卷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是 关于故宫的文物失窃 被盗窃的这个案子 后后这么一个卷宗送上来了 所有的侦查报告 都揭示出当时故宫的 这个价值连城的文物 出去的最后的途径 是故宫 这个叫管理局 是政委 还是副局长 和他的儿子 那这个管理 这个故宫管理院 这个局长是谁呢 是叶剑英的儿媳妇 我不知道是叶显平 还是谁的老婆 我不知道 就是说大量的文物 是通过他 还有他的孙子 就是他的媳妇的儿子 叶剑英的孙子 出去了 那当然这是一个 今天的对的案子了 那这个案子 其他地方不能做吗 那只有报道公安部来 公安部所有的 你比如说立案调查 证人证词 还有误证图片 什么东西 通通的都在这个卷宗里面 那最后 在这上面的 就是一个批示了 批示 刘夫之做不了主啊 当时刘夫之公安部长 当然就送到 先是送到中纪委 中央政法委的这个 执行书记 是当时叫陈匹显 那陈匹显我就看到他 用铅笔在这个上面 批的批示 说此案牵涉的面太广 请中纪委 那个中固委来处理 中固委那个时候权力很大嘛 就是中固委的 真正管理 这个当时尽管陈云的管理 但是真正的执行的是王鹤寿 那王鹤寿没过了没多久 批回来用铅笔 也是用铅笔写的 说这件事情 牵涉的专业侦查的 你建议还是有公安系统来处理 你听懂的意思吗 没错 当然就放到一个地方 我去的时候已经过了好几年了 完了 大量的国保 坚守自道啊这就是 大量 没错 当时的定案就是说坚守自道 大量的国保文物 就是这样消失的 案子就是放在这个地方 最后不了了之了 至于说前些时间 我跟他们讨论的公安部这个那个那个那个时候个部长李正不是说自杀了吗 嗯 当然也有这方面的这个文件我没看到哈 但是我牵涉到后面知道这些 呃内容跟外面所讲的完全不一样这个以后我们会再讲 嗯 所以这样的一个有力条件就是 嗯 让我更加 看透了共产党的这个 这个本质 嗯 同时我也看 看 也感觉了就是它的虚弱 就是我们很多人看到它的只是 它的强大 它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蛮汉 但是 很少有人看到它的虚弱的一面 它的虚 你比如我经常跟美国的朋友讲 我说美国看起来很松散的 很这个到处都是打打唠唠 吵吵唠唠 可是说你在美国真正的如果有什么犯罪的话 很快 你像我昨天刚才举的例子 很快 FBI这个警察很快就行动起来了 可是说中国刚好反过来了 中国是看起来好像很严厉 但是你真正的碰到一些事情后 很松松垮垮 到处露足可以在 我本人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不完全是说因为我的行政专业经验 什么技术啊 这个东西 我觉得跟中共的这个整个 这个体制啊 它其实漏洞太多了 那后来我跟你 如果后来有机会讲 后来我离开中国 是正儿八经的 用着中国的兵工护照 离开中国的海关离开了 他们可是九次痛击我了 那就是漏洞啊 当然改了一个名字啊 大摇大摆的离开中国 所以他的漏洞是很多的 那是不是也是因为那时候 大数据什么不发达 他没有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现在又来说 因为大数据发达了 你可能就难 确实可能会难一些 但仍然还是说 这个当这个体制 腐败腐烈以后啊 不管你科技怎么发达 你总是能找到很多 可乘之机 有很多地方 可以变通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北洋水师 号称世界上 东方最强大的水师 突然不开应激 被人家打了一派投地的 原因在哪里 就是因为这个体制是腐败的 今天科技当然很发达 大数据也很发达 但我仍然相信 你还是有太多太多的东西 可以让你的赞来 因为你这个体制一旦腐败了 你很多东西都会高科技 也没有什么多用处 我研究了大量的 这个所谓他们 侦破的反革命集团 为什么侦破 为什么破案的 当然我有这方面的 这个有利条件呢 当然正好这个时候赶上了六四 六四呢 其实我很犹豫 这套运动 其实从头到尾 我就知道 中共是不可能说 让你的学生有个行业 和我把这个政权交给你的 这是做不到的 那他一定会采取镇压 最后怎么收场 这是肯定要镇压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如果我们当时身在北京的时候 任何一个人都会 被这样一场运动 所感染 就是没有办法不参加 所以当时我跟我的朋友商量 我说要参加 怎么个参加 秘密参加 这个秘密参加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 那我们怎么样的秘密参加 当时利用我的这个 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当时在公安大学吧 我说 那我就想办法 把公安大学的学生 首先 诱到他们上街去游行 支援学生 因为当时公安大学是 是反过来的 是刚开始学生运动的时候 公安大学的一群一群的车的人 在公安部的领导下去 去阻挡这个学生 去党 后来就是这个警察开始上街支持学生游行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应该我记得很清楚 是9月17号还是十几号 18号、19号 就是当时人民日报的 那个左上角还刊登了一个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穿着警服上街游行支持学生 打着标语说 我们来持了这么一个标语 上街支持学生游行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举动实际上影响还是有大的 因为在这之前 北京市的警察是来阻挡学生的 那在这之以后 北京市的警察基本上全部就 就放开了 那不仅仅北京市的警察 不愿意去镇压学生 连北京的影响 北京的军人也不愿意去镇压学生 这就造成了 为什么我们后来会调外地的军队 来镇压这个学生运动的 这个原因 我当时做了一个 到我今天想起来都比较 应该说比较恐怖 还是比较勇敢的行为吧 就是我还记得 六四完了以后 镇压了那么血性风雨的情况下 当时刚好传来了 这个罗马尼亚事件 罗马尼亚牵塞斯库被抓住了 枪毙了 我当时很兴奋呢 我要把这个消息写上去 我就写了两句话 就是万岁勇敢的罗马尼亚人 起来消灭中国的西奥塞斯库 然后我就把它贴到 半夜的把它贴到这个院子里面去 这个炸锅了 第二天早上前院子里面 触及上的干部 全部搭到公安部大院里面去开会 乔石亲自做这开会 就说你们一定要 这个要把这个公安部的这个定时炸弹 就把它找出来 要破这个案子 当然他后面也没破了 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 当然我用了很多 我用了很多侦查的技巧嘛 这个技术 你比方说 这很厉害啊 我就知道 我一写上去 我知道他会怎么破案 这个我想象就知道他们该怎么做 那一定是 首先 查笔记 那笔记我肯定是伪装了一塌糊 根本就查不到是我 第二呢 查纸张 我当时用的纸张 我是故意转移他们的视线 你还记得这个那个时候 计算机是打孔的呢 对 那我在其他的一个地方 搞了一个计算机的那个打孔的纸 用这个纸写上去的 那他们肯定是围绕着 能够接触计算机的这个人去搞 可是我当时计算机一笑不通 也根本从来不过计算机 也不了解 所以后来他们真的是朝这个方向去侦查的 所以根本找不着我 也不会留下任何指纹是吧 没有 那根本不会让他留下来了 指纹那插不着的 对 那后来就是灯点守候了 到处半夜灯了 那个你灯不着我的 这个看不到的 那最重要的是 我平时伪装自己 伪装的很好 像个公子哥啊 一天到晚谈恋爱啊 无所事事啊 就是打运动啊 篮球啊 所以他们很多人就想不到 这个人还有那么样的思想 想不到的 他们当时集中就是一个叫 刘在平的一个 一个学政治学的一个老师 就很怀疑他 一天到晚挣扎他了解他 所以我觉得现在还很愧递他 当时您觉得还不能暴露自己 就觉得不是时候 当然 因为我刚才跟你说过的 最后一定是武装镇压的 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象到 中国将来的民主运动是靠这种 和平游行集会的方式来进行的 我一直认为直到今天为止 仍然是这样 到海外来也是这样 我不认为这种和平的 你所谓理性的方式 能够改变中国的现状 所以我当时不愿意暴露 那六四完了以后 我就继续在组织地下武装 一起在做呀 我也 我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我后来被抓 就是因为在外地去 组建地下武装 然后去买枪 这个过程中被抓的 在后来被抓的 我在1991年夏天的时候 那个时候决定就是开始去 到南下 到湖南 从湖南到广西 然后到云南这边去 因为我知道云南 那个地方有很多枪支 那我想看看那个地方的枪支 所以在那边的地下武装 我真的是探索了 你们大家都不可以想象的 那一个平原小镇 那一个镇里面人口 大概只有9000人 根据他们的统计 那个镇里面至少有一万多条枪 结果一去以后 当然这个过程很惊险了 最后我被蒙面了 被带到一个地方去 武装交位的地方去 然后他也怕我是探子 也怕我是什么公安人员 为什么买枪啊 什么东西 当然最后了解 我就是喜欢枪玩枪嘛 买了一支枪 然后最后还让我看了他的储藏室 那储藏室是 我跟你讲这个 当时我对武器还是有点了解 公安系统了解的武装 我还是有点了解的 但他们有最新式的 当时的意大利的冲锋枪 这个全都有 柜子一打开全部都是 他觉得我是一个 可能是想 不管什么原因 想买枪的那个主 是个顾客 所以让我再看这么多 不仅仅是这样 在他们的回民的这个殿堂里面 他们说还有小钢炮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武器留下来呢 几个原因 第一是中越自卫反击战以后 留下了大量的武器在这个地方去 那这些留下的武装 都是在边境的边门里面收下来的 第二那个地方地靠金三角 还有东南亚 那个武装外面的武装的 这些东西很容易走过来 第三个我们大家最想象不到的 最不可思议的是 最大量的武装从哪里来 中共自己的军队 为什么 这些军队尤其是在1985年还是八几年 邓小平大裁军的时候 不是十几个军区裁成几个军区 八大军区吗 其中云南军命部队是比较裁撤的 裁撤之后 各个级别的军队就处理他们自己的资产 这个军队解算了 其中很多人就把这个武器 所以多少钱就卖给别人了就完了 那当时的这个市场的价格 用他们回民村民的价格就是说 我忘了 他说多少一个男子鸡蛋还是多少 还是几个鸡蛋吧 就可以换一个手铁蛋 就直接跟那个士兵换 那那些那些那些市民换回去干什么 我说明他有的是炸鱼啊 有的是什么家里玩啊 搞这个东西 所以你想象不到那个武器 翻担到什么地步 对我觉得我觉得您这故事太多啊 我这个咱们先拉回来 其他的故事有机会再讲 拉回来就是说您在这过程中 91年的时候最终还是被他们发现了 发现就把您抓捕了 然后我觉得奇怪就是说 因为您的那个简历里面写的 91年10月26日您被抓捕了 然后成功逃脱 您怎么能在被捕了之后 再又成功逃脱呢 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故事 讲几故事来了 那我是91年10月 这转眼快多少年了 马上快到这个时候了 半夜 三十二年 二十六号 二十六号刚好 半夜两点钟 我被敲门敲起来了 那单位的人处长说 要我去帮忙拿一个文件 我知道这是规策 那这个时候我住在三楼 我可以反抗 我可以逃跑 我可以开枪 我有枪嘛 就在我的房间里面 就在北京吗 在北京的时候 在北京 就在我的住所里面 但是我不知道外面 布室的情况怎么样 多少人我都不领求 所以我决定就跟他们 先观察一下 结果一出门 就当然两个人就把我在旁边 就跟着我走 一直下面还有人 当然有多少人我不知道 反正肯定有人嘛 然后就带到这个 当时是带到这个 当时校长的 在二楼的一个会议室 学校的会议室 我就在二楼办公嘛 就在旁边的会议室里面 就开始审讯 当然审讯的 当时派去的人 是北京市公安局的 一共派了四个人去了 其中呢 有一个人是我的同事 一个人是我的学生 还有一个是司机 所以相对而言就比较 另外一个人我不认识 就是相对而言都很熟悉了 那我是想通过 他的这个审讯 想了解一下 到底知道我多少东西 但是审讯呢 问来问去 我感觉了 他们可能就只知道枪的这个事 并不知道其他的事 只知道你去换枪 对 只知道我在那边买了一个枪 那这个时候我就想要迷惑他们 那买枪嘛 就是说我本身就是搞公关的 我对这个枪很感兴趣啊 哎呀 他们好像信的 我听那个头的说哎呀 这个好奇心也太强了嘛 就这个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我的好奇要搞什么东西 你搞侦查你完全可以去 你是你是行政专家嘛 那个人是我一个人 那你完全可以直接去调查 拿着公文去调查你怎么搞这个事呢 因为他们感觉的是很无聊的一个案子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问枪在哪个地方 我说在我的房间 所以他们要我的钥匙 要去搜查 这个时候搜查我就心中就紧张了 因为我不仅仅有枪 还有其他很多东西 关于走建民主党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在里面 还有整个一个回去 夏天去联络了 组织这些一系列的这些 我还记得很多笔记记的东西都在里面 我想一旦这样查出来就会很麻烦 但没有任何办法 我可以不给他 但是他们肯定就更紧张了 一旦他们去查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闹大了 我说看来我要跟你们去公安局了 你总不能让我穿着警服啊 穿着制服这样去吧 我说你把我的刨鞋啦 蝙蝠拿过来我换的 实际上我是做好准备要逃跑 所以他们就把我的蝙蝠拿过来了 换着皮靴也换成了这个刨鞋 这个时候呢 刚好审刑的差不多了 早上吃完 吃完早上他们去汇报案子 中午要吃中午饭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记得不断的上厕所 刚开始上厕所的时候 他们就跟着我 后来慢慢的放松警惕不跟我 那我就转身 那个时候在二楼嘛 当他们不跟我的转身 就直接冲到楼底下去了 就从一楼到院子里面恐怕一直就 因为我的速度当时身体也很好嘛 十几分钟 十几秒钟就冲过去了 对吧 后来他们就在厕所里面找啊 一大堆时间浪费了 这样我就跑出去了 这个跑到院子里面 我当时这个很有趣的是 跑到院子门口的时候 刚好一趟一辆三辆这个摩托车 这个跨头车嘛 的停车 我说你把我带一段 他也帮我带一段 很怪 我至今就不理解这个什么 但是公安的摩托车呀 那个时候跨的摩托车 只有公安才有 没有其他人的有啊 带他跑 跑到我就跑到西边去 这个时候 我必须要藏在一个地方 藏在什么地方比较好呢 我知道是 最大的单位也是最安全的 所以你知道我藏到哪里 藏到这个北京电影制片厂去了 就躲到那个地方了 对呀 轻到外面是警车就 呼啸的就到处搜查了 是因为您那边认识人吗 还是您就直接就是 不认识人就进去了 不认识 当然我知道 北京大机关那个时候 都是你跟他 我那个时候穿了皮夹克了 什么东西 一看就是跟他跟那个门卫打个招呼啊 说一声 他也不会查我的证件 自己车里面稍微下来 踮个脚 然后跟他说一下 他就进去了 北京大机关都是这样 有时候会查一下 所以就躲在这里面 晚上再就步行 不断地逃跑 这样一直在中国逃了很多地方 就是逃了一年多是不是 91年10月26号 这个时候被抓 逃出中国是93年的 很近的1月1号 刚好是元旦的时候逃出中国 可是您逃的时候身上有证件吗 您那么匆促的出去 证件应该都不在身上啊 不但没有证件 一分钱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怎么逃法 什么都有 对呀 所以这个故事就很多了 其中最滑稽的一个故事就是 我在北京电影八月电影片场 偷了一袋馒头 这个六个馒头 这个馒头 你知道是谁的吗 这个故事很有趣 很多人觉得很好玩 这个我偷的是那个 潘东子的这个馒头 你都要翻东子了 我知道闪闪红星 宙新运 宙新运在那买馒头 买了一袋馒头以后 我实在是饿得不行的 一晚上没有吃啊 又跑啊 而且江南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有吃啊 他刚好买了一袋馒头 我趁他又缩了这个袋子装了 我趁他不注意就去揣在皮夹克里面了 就那个馒头救了我好久啊 救了我好几天啊 哇 走到山上 哇所以就是说 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 你就这么讨 对 然后完全是江湖上的朋友 后来实在没地方讨了 身上也没有钱的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就在打工 所以什么地方可以打工呢 最可以藏身的地方 就是那些建筑工地 所以在逃亡期间 在很多建筑工地打个工 那个也很苦啊 这个跟他们一起挖洞啊 倒水泥倒地基啊 这个在那边跟民工一起啊 这个民工也很好 这个中间还帮他们维权你知道吗 老板不给工资 那不给工资 那我就把民工走着起来 你不给工资 那不客气了 围着你了 老板还会了我 我把你工资线给你走 你不要说嘛 这个我说不行 大家都要拿工资 你这被通缉的人还这么高调啊 不是高 那个地方建筑工地也不曾在什么高调 那个就个小的建筑 肯定不会发现你 那个小的建筑公司嘛 那个小的建筑队嘛 那老板叫苛刻工人工资不发嘛 那你说是发给我一个人 我说你不行 然后那民工就很好啊 就说你到我家去吧 到我家去过年吧 到我家去怎么样吧 就是大家都很热情吧 这个完全是江湖上的朋友这样帮我的 可是可是就是中共 他他在全国发了九次嘛 我看您说发了九次 这个红色通缉令 那这个过程中 您比如说走在街上 或者是去哪里住什么 就没有人没有人发现吗 没有被那个被发现吗 他那个通缉令呢 那个时候啊 讲到通缉令 中国实际上公安是有一个矛盾的心理的 这个矛盾就是说在绝大部分案子 他是不会公开的发到处发通 公开的通缉令 很少 他不会说上电视台呀 大家看了在中国有几个电视台里面 公开的通缉什么人 他不会这样 他为什么不这样呢 他不想造成一个社会的一个公开的一个效应 大家在跑 当时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说那个东北的二王的案子 那可能是一个唯一公开让大家公开知道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公开的一个行动 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所以公安部对这个事还做个检讨 不能这样搞 这样搞得全国人心惶惶 那特别像我这样是民部的 是公安系统人反对共产党的案子 所以他不可能在电视上搞这个东西 那这是一个他的忌讳的地方 但另外一个方面 他要向全国各地也通报这个案子 所以他为什么说发九次呢 九次其中我所知道的是 改了八次 他这个通经历不断地改 那为什么要改呢 最早是说我是一个刑事犯罪 倒卖军火 倒卖枪 倒卖枪支的 那这样就跟社会的效应 造成的效应 反作用就可能小得多了 那我是一个 后来这个说法 因为说不说站不住脚嘛 那我觉得军火倒了多少 倒了多少次赚的钱什么的 都没有这个说法吧 那怎么办呢 就慢慢地改 那不但最后改成是个反革命集团罪 反革命是地下武装罪 对 然后一步一步的 因为我的同学学生同事都在全国的公安系统 我听他们说第三个还是第四个通经历就明确地说 凡是认识高光俊的同学熟人学生通通的要回避这个案子 不可以接触这个案子 所以他们后来就不能再知道我的这个案子情况 但只是知道说有人还是说 哇他又发了个通缉你又改了过来 嗯 所以当时的通再加上当时的通缉令 也并不是说到处网络上那么发展 都是一跌一跌纸 这个我在公安机关做过嘛 今天发过来一跌纸 那公安机关天天一大跌纸 谁去看见这个东西 再加上另外一个当时用的我的照片 那个时候是很风光的一个照片 但是我在逃亡期间我全部化妆了 可能跟农民差不多了 他也看不出来 我用上了化妆术 您还用上了什么术 您还用上了什么行侦技术在这个逃亡过程中 几乎几乎都用上了 几乎好多东西都用上了 举一些例子 举一个例子 你比方说我最后逃离北京的时候 北京我当时知道 就是说有他们说有3000个警察 在北京的机场汽车火车站到处都是密布着 那还有一些很多便衣 那当时我就选择到底从什么地方逃离北京 我选择了一个是延庆县 你知道延庆县离北京比较远一点 第一远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我相信他那个地方就会相对松一些 我记得是到了个地方的时候是很深夜了 但我买了一张票完点后 这个时候我就我打扮的跟民工完全一样了 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一早上的时候就那些警察就到车站来了 懂张希望了 我知道他们是受到这个通知来监视很多东西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跟那个民工啊 他们有带了孩子做了什么 我跟他混得很好 然后跟他们聊天啊哎呀我说你又带了那么东西啊 又带了孩子 那我来帮你抱孩子吧 我来帮你提东西吧 人家说很感激很感激 这样我就跟他们混在一起 像带着孩子提的这个东西的民工打工的人一样 所以就这样上了火车 那警察也看到我一眼看到我一眼都没有什么态度的反应 我就这样就离开了北京了 所以这是一个化妆掩护术 这个掩护术就是说他根本不可以想象我在几天之内就变成了一个跟民工在一起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形象 他看不出来的 哦对啊那时候你刚刚出逃几天啊 对啊我把我的衣服全都换了就跟人家交换了那么好的皮夹克我当然不能穿了跟他换了一个破旧的女容服 然后所有东西搞烂了都看不出来了 那这是一个化妆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侦察的地方就是说我当时后来彭乔公说西南政法学院就是我原来读书的地方 那个地方呢到处都是密便衣警察 也是警察在等候守候我嘛 我们的老教授还在说高光俊如果回到西南政法学院 那他就是个笨蛋啊 但是我回去了 我真的回去了 我去了西南政法学院在门口 你为什么要回去呢 为什么要回去 当时生物分文没有地方 我仍然还是想取得一点经济的援助嘛 想能藏下来嘛 那当时就想找一些熟悉的朋友嘛 但是我在西南政法学院口那个我们熟悉的院口 我在那装扮得像个农民他当然看不出来任何一个 我观察的时候我就看到太多便衣在那晃来晃去了 这个便衣我一眼就知道我本身就做这个的我一眼就知道它是便衣 我说怎么办呢怎么进去呢 我就想在门口能碰到什么熟人出来的时候 我猜你为什么一眼就可以看出它是便衣 就像你是膝盖啊 如果你装的膝盖你可以装你表面可以装 但是你的眼神骗不了你的眼神永远是会在查眼六色观 因为我曾经在武汉市公安局的时候做过一个工作 就实习的时候就是反爬嘛 反爬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你怎么上公共汽车以后 判断出人家是爬的时候嘛 那这不能够掩盖的就是眼睛 所以我在暗处他们在邻处他们不知道的 我装扮了这个人他不知道他不会去观察每一个坐的那地方的讨饭 他不会观察但是我看每个人的 装在这儿就在他们装在这儿做着看报啊 装在这儿谈恋爱啊 你一对两人在看啊 实际上眼睛不停的扫过多的人嘛 这个就能看得出来 所以我也没有去 那您就在门口看到这么多人您就后来就没有去 没有没有进去 所以就后来就离开了吗 后来就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哪个地方都不能去啊 那只能藏在民间的建筑打工地 只有那个地方才能够让自己安身下来 又不查身份又管吃住还可以发点工资 就这样就这建筑工地带下来了 所以没有跟任何您过去认识或者熟悉的人联系 是吧在这过程中 不能不能 所以你跟任何熟悉的人联系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被抓的原因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八九六四的一个朋友 嗯 他本来就逃走了 但是要最后逃他姐姐家家去了 我说你为什么逃他姐姐家去 他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逃啊 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经验 你让他怎么做啊 他做不到 他不知道社会上怎么地方可以生存的 那这些我所有的亲戚熟人朋友是一个也不能碰的 我知道全部都坚持起来了 当时我被抓捕的 我当时我被抓捕的时候 我妈妈我姐姐我妹妹全部到北京 全部都在北京 而且那帮人全部的把他巷子到处都是封锁的 也我会到那个地方去 我妈妈一直说菩萨保佑别来 别来 当然我不会去啊 我没有去 哇 我觉得您的这个心理素质真的是非常好啊 就是这么这种情况下 在外面还可以很 又 还可以帮人维权 还在自己想着怎么样保护自己 不要被发现 然后您最后怎么怎么就拿到证件就离开中国了呢 这就是说有有很多这个怒子可以沾嘛 那后来是弄了一个假的身份证 这个那个时候的身份证 说是假的 实际上是那个身份证那个人还是真的 但是名字不是我的 换了一个人了 那个我后来是姓饶了 这个很有名的这个 这个 变成的饶翻译了 就饶素是那个饶了 那那个人是个真的 是真的名字 那拿这个身份证的 换这个身份证也是冒了很多风险的 这个 然后拿到这个身份证以后 就 立马就换到另外一个地方 当然今天讲起来也并不是什么 也不怕什么秘密 当时 当时我当时的研究是 不能够再往 南方跑 当时六四的学生很多都是通过南方 通香港这个黄雀行动救援 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 那条线都已经被封锁死了 所以当时刚好 中国对俄罗斯开放 改革开放 不建立了几个这个通商口岸吗 我们叫 其中有个地方叫浑春 那我研究一下 我就这个地方可以利用 我去那地方 就是通商口岸 跟俄罗斯的一个通商口岸是吧 对 就像现在吉林省浑春市吧 哦 吉林省东北那边 就靠近俄罗斯跟那个北朝鲜 那个边界上的浑春市嘛 那我就说我到那个地方去 到那个地方去 那个时候刚好对外开放 全国各地人都用过去了 跟我想象的一样 那我就说我可以翻译做翻译 不错 那我的英语当然也可以 我就英语 做英语翻译 很快就说 那个外文公司就开始请我了 这个英文公司请我了 做翻译了 然后实际上我标准的机会 就想办法怎么样 逃到俄罗斯 您当时觉得您一定要逃出中国 是吧 你觉得一定要离开中国 当然 当然 部里主要逃出中国 当时还很逗的时候 他那个整个市里面还找不到翻译人才 那个市 市长还把我叫过去 外事办把我叫我去做翻译 接待外部来的这些人嘛 慢慢的后就挂上了一个 省厅级的这个 厅局的那个公司 按照当时中国的政策 就是厅级的公司 是可以有权力发放 因公护照的 那跟这个公司的 省厅级的公司的 那个老总呢 关系搞得非常好 非常欣赏我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欣赏我 还直接开这个party 在长春呢 买人贡献花 这个饶翻译 这是我们的人才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总而言之 我就鼓动他 我说你要走这一个代表团 金贸代表团到俄罗斯基访问 好啊 我去 他也带他的小蜜去 他有个小蜜 我知道了 然后我们说好五个人一个团去 到最后 我去拿这个英公护照 哎呀我不去了 你先去跟我打个底子 你搞好了以后 把他弄 他的小秘密鼠嘛 这个小情人嘛 你把他弄过去就可以 这样大爷都不去 就我一个人去 哦我说太好了 我阿弥陀佛 我巴不得了 就这样拿着英公护照 就离开了中国 到了俄罗斯 您用的身份证就是那个假的 那个饶翻译的身份证 是吧 对 对 哇 这简直太太太太惊险了 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以前读侦探小说 就是特别感性 所以我觉得 听您这个讲的 到一点也 其实不危险 其实那个时候 他也没有 他边控 他边控最多 他也没有什么边控 就算有边控 他也只是说高高峻的名字 根本不知道这个饶翻译这个人 他没有 那个时候也不可能通过照片 来识别我是谁 所以是完全安全的 非常安全的 当然只是生活苦了 因为到了俄罗斯 我身无分文 下了飞机 才一百来美金 怎么办 这个 但是我很快 用几个月的时间 学会了俄语 这俄国用俄语做生意 然后变成了那边那个饶翻译 这个这样 这样又开始一步步逃亡 所以您到俄国以后 就立刻就跟这边东北吉林那边 就不再联系了是吧 他们找您也找不到了 还有联系 但是我已经跟他没什么兴趣了 就是我下一步的目标是 怎么样从俄罗斯逃到这个西方来嘛 这个当时只要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俄罗斯也并不安全 另外一个 你也在俄罗斯怎么生成 你没有基本的生成 所以就突击的 在走之前突击的学了两个月的俄语 到了俄罗斯又突击的学了几个月 然后就可以俄语到今天还可以对话 还可以跟人对话 就用俄语在那边生成 就变成了他们的饶翻译 到处给人家做翻译 这样认识了很多朋友 江湖上的朋友就帮我 一步步走到那里去 都是他们帮 那您觉得就是因为那时候您是93年嘛 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是确实比较容易一点 就是出国啊或者是各方面的边控啊 就不那么严厉 如果是今天如果有人还想像您这样的 是不是就难度大很多 我相信这个如果拿着护照这样走的话 会有这样的问题 但我还是觉得还是一个 这个问题我也跟那些专业的人士 我的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关键问题 并不是说因为技术难度更高了 我觉得最终的不是个原因 而最终还是个心理问题 我在从事地下武装的时候 我就已经料想了这一天 所以你刚才说我的心情比较好 我其实我在很多情况下 已经想到这样的一个结局了 所以就并不觉得很突然 而反过来你比如说王立军 他看来从来就没有一天说想的 我要怎么样逃出中国 我另外还有一些同学 也是我说你们都是做公安的 都是公安 有的是公安局长公安厅长 我说对你们来说 你们手中可以拿很多国家的护照 我说对你们来说出个国算个什么东西呢 离开中国 你们为什么不跑呢 就回到你刚才的问题 你比如说王立军他要逃出中国 我不觉得他有那么困难 他如果事先有这种心理生理上的准备的话 应该不那么困难 但是他没有心理上的素质 所以他突然来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没有这个心理素质 所以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今天确实有些技术问题的难度 但只要你愿意做 仍然还是可以突破他的很多东西 好 今天我们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 别客气 好 再见 我听高光俊讲述他的故事的时候 我感觉他就像我以前读过的侦探小说中的人物 正直的主人公被黑社会迫害隐性埋名 在与抓捕他的人周旋的过程中 膽大心细而又冷静 当然他面对的不是一般的追杀者 而是一个邪恶的政权 有一点我很认同 你能不能摆脱逃离这个政权的魔爪 首先是你心理上要有摆脱他的强烈愿望 这种愿望和心理准备 就能帮助你克服许多现实中的困难 那希望高光俊的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邀请他回来 谈一谈他逃出中国以后的故事 好的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的收看 下次见